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永康首先转达胡锦涛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他说 今年是中阿关系史上的重要一年 今年6月 总统阁下访问中国 与胡锦涛主席共同决定 把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掀开了中阿关系新的篇章 我此次访啊 带着13亿中国人民 对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情谊而来 为着推动落实中阿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而来 希望通过双方努力 把中阿合作推进到新水平 更好的汇集两国人民 卡尔扎伊请周永康转达对胡锦涛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他说 阿富汗与中国是亲密朋友 我们一直在盼望着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阿富汗 今天终于盼到了您的到来 我代表全体阿富汗人民对您表示由衷的欢迎 周永康说 转射机和私人游艇 这架 好 欢迎回来 首先来关注法院开会的新变化 近日最高法要求各级法院再开会 必须精简活动改进文风提高时效 严禁借开会之机到风景区公费旅游 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执法办案当中 今天铁道部表示 自从本月的21号零时起 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不仅新增了15对直通旅客列车 还对客车的方案做了优化 由于这次条图呢 范围广 变化大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 出行前务必要关注相关的信息 别耽误了您的行程 另外一个出行的新变化是 北京多了一个新机场 达成空中巴士更加便捷 今天本台记者了解到 密云机场已经正式启用 不过暂时只能起降直升机 开发的线路和服务 也都以娱乐 旅游和通勤服务为主 位于沐家域的密云机场 已经在日前完成首航 两架顶级豪华直升机 一时七天 单乘4000多公里 经河北 湖南 湖北 江西 广东等省份后 成功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这是国内首次直升机 南北大跨度转场拉力飞行活动 密云民航机场拥有固定航线不同 密云机场暂时还只能申请临时航线 尽管目前密云机场也只能起降直升机 但是今后很可能会起降喷气式客机 好业务离不开好服务 密云机场打造了中国首家 4S店模式的直升机业务旗舰店 其直升机展示销售 维修 维护 租赁为一体的综合运营服务 此外还同时间有起降平台的功能 我们提供的飞机托管服务呢 包括了很多的内容 比如说飞机的停放 机库的租用 然后飞机的保险的代理 然后飞机的加油服务 指挥服务 包括航线审批 还有提供飞行员 然后机务人员 费用差不多按照这个 现在的通行的规则呢 是飞机价值的5%到10% 这么一个范围 有了飞机 4S店还可以为购机人 提供系统的飞行员培训课程 并负责为购机人申请 参加国家民航局相关考核 人们可以选择乘坐直升机 进行短途旅行 电影里坐着直升机去滑雪的场景 将变为现实 那在密云机场的这些飞行活动呢 大都属于通用航空 所谓通用航空指的是 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 民用航空活动 包括一些工农 渔业和建筑业的作业飞行 以及医疗卫生 抢险救灾等方面的飞行活动 而低空空域是通用航空活动的主要的区域 即民航飞行器在1000米以下来飞行 可以说低空空域的放开 是通航产业发展最为关键的一个先决条件 目前直升机仍然不能想飞就飞 同一机场起降 飞行前都需要拿到五个相关部门的审批手续 而转场的话更加繁琐 不过记者了解到 明年低空飞行放开后 在一定空域范围内将实行报备制 比如以前低空管制区域飞行审批手续 需要由飞行前一天15时之前提出 现在将缩短为飞行前四小时申报即可 通用航空真正的进入我们老百姓的领域 大概应该是在2008年 就是汶川大力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这个应急救援开始发挥作用 那之后呢在奥运会上 我们开始看到首都上空 开始有这个空中警察在进行巡逻 因为这样的通用航空呢 逐渐进入到我们普通拉脑型的世界 虽然我国在通用航空方面 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但通用航空在我国有着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 国家民航局透露 截至今年九月份 我国具有通航企业148家 通用航空飞机规模达到1269架 目前我国通用航空产业产值 仅占整个航空产业的10% 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数字为90% 有人预计低空开放后 将撬动超过万亿元的市场 一种观点认为 通用航空产业将成为继汽车产业之后 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就是在这个巨大的需求后面 它隐藏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 它包括机场或者孤立运营基地的服务 包括通用航空的运行 或者是这个代理的服务 甚至包括金融服务 航空机的制造业服务 那么一旦进行程 它将对整个GDP 能够起到一个将近1%的这样一个贡献作用 新机场焕发生机 老机场也是业绩不俗 成都双流机场今天透露 今年的旅客吞吐量 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次大关 成为了继北京首都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 上海浦东机场 红桥机场之后 中国内地第五家 中国西部唯一一家 进入3000万级的机场 它也由此迈进了世界繁忙机场的行列 加油考生的观众 可要注意一下下面的这条新消息了 全国高校自主招生三大联盟 相继公布了2013年 自主招生的联考方案 和去年相比 笔试的科目变少了 但是考试的时间却撞车了 今年以北大为首的 全国综合性大学自主招生联盟 笔试共有七个科目 而明年联盟的笔试科目 只有两门 理工类专业考核科目 和文史类专业考核科目 今年以清华为首的高水平大学 联盟的考试时间均定于3月2号进行 去年北约华约两大高考联盟 把考试时间定在了同一天 就曾经引起不少考生和家长的质疑 而今年竟然扩大到 三大联盟把考试的时间 都定在了同一天 这意味着考生必须得做出 三选一的决定 选择学校的机会更少了 考试时间撞车 撞伤了考生的利益 这让联考的意义大打折扣 也背离了自主招生的改革目标 高校不要把联考当成是 抱团圈地的一种手段 而应该多听听考生的呼声 多给考生一些选择权 目光在转向正在举行的 2012北京国际珠宝展 中国珠宝的消费 十多年一直保持着超过15%的增长 而今年更是有望突破4000亿 据了解近几年全球经济发展迟缓 世界珠宝消费萎靡不振 但是中国的珠宝首饰消费市场 却一直保持上升态势 2011年我国珠宝首饰行业销售总额 达到3800亿元 黄金 鉑金 钻石 白银 玉石翡翠 有色宝石等产品消费 均居世界前列 十多年的时间 中国的珠宝消费 一直保持着超过15%的增长 今年增长的速度已经在10%左右 全国能够突破4000个亿的消费 据了解 在此次珠宝展上 还将举办各类彩色宝石的专题展览 素有宝石之王美誉的顶级红宝石 将集中亮相 接下来扫描一组热点消息 北京买车摇号政策短期不变 北京市交通委今天表示 2013年调控指标即将公布 而此前网络所称 一人七次中标的现象 属于姓名重复 不存在舞弊 此事纯属巧合 买车仍受限制 不过北京将新开四条地铁线路 直通西站等人流密集地区 化解出行难题 还需倡导 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 人人生而自有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这是1948年的12月10号 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公布的 世界人权宣言 所赋予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是生存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的每一个人 所应拥有的基本价值 昨天第五届北京人权论坛在北京开幕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权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 围绕科技环境与人权的主义 乘车还需确认行程 直升机大跨度转场成功 北京空中巴士飞抵香港 低空飞行开放将带来多少商机 高校自主招生 三联盟公布联考方案 科目削减能否减轻负担 考试时间为何再次撞车 买车摇号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 北京回应政策调整传闻 一人七次中标被指纯属巧合 晚间新闻稍后继续